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案例是所谓Inventory的Label Inventory还记得吗? 上次Simple Inventory的Management System 那时候我们不是每一期每一期,每一个Period 那它的Label会Drop下去又回来 那每次Run完了对不对 这个DiscreteEventRun完了之后 我们会统计什么? 统计它的Average 它平均的Label 就是Label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Time Average的Label 所以Time Average的Label 通常大概数量可能不是整数的 但是我们今天就很好奇 如果说这个每一次模拟结束了之后 那我们来看 每一次模拟 这每一次因为动态产生 我们上次做的是动态产生 就是真正Stochastic的SIS 那假设我现在RUN2000个模拟 每RUN一次 每一次呢 我就统计出它 所谓Time Average的这种所谓的Label 那设法四十五度 归属到一个Label里面去 所以我现在的X出向 假设你的那个上限 上限 因为Lapenrich到最后上限大S 假如大S 以这个例子看大S是80 那它上限就是80 上限就是80 对不对 然后呢 Label-wise是不是0 不会哦 因为它可能缺货 假如说你今天设计不好 缺货成本老是在缺货 老是在缺货 所以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 Time Average的这个Label Time Average存货的Label 有可能降为户的哦 可是户多少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好 好 那我们就每次Run的状况之下 因为Stochastic来产生这些 那个 我记得应该是 产生这些Demain嘛 所以Demain介于10到50之间 10到50之间 所以那个Demain Low Demain High是10到50 那小S是20 最低安全存量最高呢 就订货到80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去模拟2000次 2000次 每一次呢 是不是得到一个 所谓 Time Average的这种Label 那Label就找到 归属的整数的 因为Discrete 它所属的 那个9 所以这个是Inventary Label 9 9个 那最多是80个 大概以这个例子来看 大概因为我底面降 大概不会 不会是大概80多 所以它换围 但是Fu的方面 有可能就是往外增加 所以你看这个Run 那有可能是Fu的哦 可能是HDN 那个 以这个例子来看 因为这个均匀嘛 10到50之间啊 比如说每次都出现50 50那很快 可能就是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那个降到Fu的Fu的 所以你可能有Fu的都想要产生哦 就是事实上你来看啊 50是上限的 这80啊 80是不是扣到30之间 应该有这些概念 关联关系啦 好 那 那 那我们Run的结果大概是 所以同样我们Run出一个所谓离散 所以这时候就是 anhonest 另外一种情境的应用 就是说我们很好奇 到底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 它的这些所谓 不管你的顶面是已经知道 这个 知道这种情境 那 它的那个 Label 的分布 好 这个 平均Label分布 好 Rough有的汉 大概是在这个范围之下 那种范围之下 这是有可能附的 好 所以如果说你附的状况 比较不理不理的话 那你可能要设法调整 好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这个趋势 好 所以那个Cumulated的这种 对不起 Categulated mean 就是history mean 是27 所以呢 平均的水准是在27 27.8 大概是在这个范围 中 那个 mean 在这个范围之下 在这类 Stand deviation 相差很大 24哦 24 将接近于0了 这么大的范围 所以你看到 这个分布其实变成这种形态 好 那么用实际的那个案例看一下 好 SIS 所以这个是 Inventory 那个Management System 2000个replication 2000个replication 那20 80 15 好 会得到这样分布 所以从-30到 甚至7子也有 那它的min在27.7的地方 那23.483 OK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当然你可以讲说 我是不是比较多 会不会有不同的趋势 我们用 那个replication 是 Munica的模拟 224 2万次 27跟23 我们再看一下 还这样 27、23 那你会看到这种状况 其实结展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每次run的结果 你以为有一个这个分布的状况 就很特殊 有一个临界点 在中间的地方 另外一个纯粹是非常 纯高的 那如果说让它比较少 20个 那就比较没有代表性 就是-21也有 就比较没有代表性 甚至有些是空的 就是我刚才讲过 Histang 这个类别里面 你如果说是有动态临界 那我们就省掉这些data 我们这里会出现这些data 这蛮均匀的 好 好 那前面介绍的范例 就是所谓那个 离散的data的 Histagon的应用 我们接着探讨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 estimate estimation 这种accuracy 它的主要 purpose是做什么 这种所谓 accuracy的这种 estimation study的 inheritance uncertainty improbability 的estimate 好 我们通常在推广 如果说我们没有 esimatic的这种所谓的 基率值可以参考 我们就要run模拟了 好 好 那模拟里头 我们就是做模拟卡的模拟之后 我们会估算出某个事件出向的这种probability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estimate 这个pobulation它的probability 好 那这里头呢 在这个推论的过程 这个基率推论过程 会有一些uncertain的这种治疗存在 就是depend on 你怎么设计你这个模拟 要注意一下东西 好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前面有谈到一个crab 大家有识做过 对不对 crab这种winin的crabgain 它的基率 它其实有asymptomatic 我们知道 但是 我们现在是 我们假设说 原先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要估算出它的probability 那会有这些uncertainly的存在 我们探测是异形 所以我们使用multi-carrot的这种simulation to generate 1000个point 也就是说我们拿1000个data过来 也就是我们设法产生1000个这种 估算的这种基率值出来 estimate all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the crap game 那uncertainly呢 in any one of these estimate 好 都存在在这个每个estimate里面 那一个nature 它呈现一个nature distribution of value will be reproduced OK 会那个仿佛出现在 这个呢 这个那个 这些模拟档模拟上的 那这个discription 所以我们好奇这种discription nature distribution the description of value can be characterized with a discrete data histogram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uncertain的分布状况是怎样 如果说都很集中 你今天呢 做这个multi-carrot模拟 那你发觉说 哦 没错 我那个 我今天统计出来 我这个分布结果都是这样的 就是基率值 比如说等于0.49多 哇那非常细 那是非常 非常make sure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分析出来 结果 哇我的分布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知道 这个uncertain的激励非常高 你这个方法 这样的模拟结果 这种 这种uncertain的其实 是非常宽的 所以 depend on你的设计的 这种 这个模拟 这uncertain的其实是 会有差异存在 那这个时候 你端干 只是端观察 这个multi-carrot这种mean 好 那会有一些闪失 会有一些闪失 我们比较preward 把它表示成这种 所谓histogram 那看它分布 我才比较知道 So we can gain significant insight into just how uncertain any one probability estimate may be 好 这个主要是purpose 那我们看实际的换例 那对于这个基率的推估 就是说它的estimate 那它的uncertainty如何分布 那我们以这个crab 这个赢的基率 这个推估 当范例来说明一下 你记得我们上次 在multi-carrot模拟里面 我们这个所谓crab的 这个那个 基率的这个股数 我们怎么做 我们replication 把它设到 比如说20万20次的 这些 那个 试玩 意思是说 假如说2000次 那就2000个人就玩 然后 因为数目够多 那统计一下 它赢的人数除以2000 得到所谓的那个estimate 这个probability estimate 就是说大概平均下来 大概490多 这1000个人 490多 490几个银 对不对 那它的基率大概是0.49多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很好奇说 这种estimation 它的精确度如何 对不对 那接着我们今天来试验是这样 我们今天假设说 我们没有找到那个2000个人 我们是 这个例子 我们就只模拟25个人 就出向呢 就是最多25个人都赢 那最差就是25个人没有半个的赢 我们来run一次这样的所谓point estimate 那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归属到 比如说 这个25个人 各值一次 各值一个那个crab 各玩一次crab 那我们 把它的这个人数 总共几个赢的人数 就知道嘛 那我们就把它归到 这个所谓 discrete data的这个histogram 就三个人 三个人这个地方就是count的1 那总共 所以这个叫estimate 总共estimate的1000次 1000次 也就是说 我们试完1000次 那每一次呢 到底几个人赢 在几个人的那个histogram上加1 同样的这个中号 我们也可以推估它的所谓 这种histogram的命出来 到底平均几个人赢 OK 几个人赢 那作为说我们这个crab gain的这种estimation 所以我们这个run的例子里头是说 我们run一个25个人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说 我们人稍微多一点 100个人 或者500个人 来计算它的人数 那各执行1000次 那将那个人数呢 统计在histogram diagram上头 看来这样 那我们现在画图就是 照理讲 这三个case 画出来会有三张图 对不对 三张这个histogram图 以红色为例子来看 这个是4个人 那再来是3个人 2个人 1个人 4个人 那最多大概到几个人 因为到25 21 22 23 24 25个人 好 所以红色画在25个人上头 那分别统计出 以这个例子来看 因为总共有1000个point 好 那这1000point 到底那个12个人赢的这个次数多少 174次 11个人赢 142次 那你看到这25个人执行1000次的模拟 对不对 那那个全部 有没有全部赢的 25人全部赢的 没有 那个有4次 20个人赢 在这25个人次的这个实验当中 有曾经1000个point 有4次 花生4次 是20个人赢 5个人输而已 大概是这样 所以红色呢 画出来会一张那个historian diagram 对不对 同样呢 另外一个案例子就是100个人 那100个人里头就变成说 1 2 3 到这边是最多100个人 所以你看啊 画出来 那100个人里面呢 你要说 100个人 那个没有半个人赢的 这种几率 大概绝无仅有 非常少 所以画出来是绿色的 所以绿色是100个人 绿色是100个人 那绿色里头 你会看到在中间这边是50个人 50个人 总共呢1000次里面有85次 85次50个人赢 OK 那其他我们就没有表示出来 所以那个相对的这些 那个 这个historian 这个relative 所以这个是85次除以1000 对不对 85除以1000 这是174除以1000 所以高度不太一样 所以绿色的 你可以拿 那绿色这边是多少 我用一个绿色颜色 对不起 我用绿色颜色把它摘出来 这边是100 红色是5 那这边是99 那在这个地方绿色是50 那红色呢这边是多少 红色这边是12 或者这边是12个人在这个地方 12个人在这个地方 这是13 那同样的呢 如果说我用绿色 那个蓝色的 5是500个人 那这边是500个人 所以变成500个 那个historian 当然有些当然是0 我们将来 透过那个动态争论 就不会记录到那么多 所以绿色的地方大概多少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200 大概50 或245 大概这样 所以三张图把它叠在一起 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里有差别症 我们有三张的那个 我们有三张的Discrete Diagram Scale on 那个 On Win Count Win Win WinCount 就是赢的次数 这些本来是那个500个人 100个人 25个人 把它MAP到0到0 也就是说稍微挤压一点 我们把它换得出来 是比较 比较这三张图叠在一起的状况 那这个例子要看记得 所以这里头是红色的12个人 这个是绿色的 这50个人 那这边相对是249个人 那画出来 对不对 我们会求算 Histone Diagram 我们要求算它的Main 所以Main大概0.25 比较粗略 所以0.5 那100个人0.49 50个人0.49 所以Main 我们过一段出来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去看它的Standed deviation 你看到吧 这红色的Standed deviation 跟绿色跟蓝色 就不太一样 红色比较大 红色比较大 0.1多 那蓝色最下 0.02多 那红色的这个Diviation 越在意味什么 越Uncertain 这个基率只估算出来 就Uncertain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在做这种 所谓的 那个基率的分布 那你用了Histone Diagram的图例 那你取的是25个人 那你估算出来是0.5 那我们讲说 它的Uncertain的年纪是很高 因为它的变异性比较大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是 那个500个人 变异性就比较少 那将来我们1000个人 那就是这个Standed deviation 越小越集中了 好 那我们试试看这个程式能不能 让我们弄出这样的观念出来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例 好 量25 我们弄1000个replication 好 没看到这个趋势 就跟那个一样 没看到这个趋势 那如果说好奇 我们的人数多一点 假如说 不是人数 就是point estimate 就是point的顶数更多 好 好 那越平均就会好 其实它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趋势又更明显 那当然 红色的案例 因为它只有25个人 所以它的那个 暗色人就相对比较高 variation比较大 那其他绿色跟蓝色就越来越小 那呈现的normal distribution 越加明确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 Accuracy 也就是说 Histon Diagon 其实如果说 我们用它来做 那个所谓的 那个 estimation分析的时候 那estimation point 它就有accuracy 这个issue 那你这时候 你就要回过头来 看看你这个 那个 这一个 那个 模拟呢 它的那个参数 有没有够 那个 精细 够准确 好 那 Histon Diagon 秀出来之外 其实我们还要做什么 其实在统计的就是 我们要知道这个 资料的 data分布的 description的一个模式 Either 是normal description 或是说exponential description 对不对 假设说我们前面来看 前面那个inter arrival single server queue 就是那个 所谓exponential分布的 这个interrupt time 那如果说我们把 这个所有的 inter arrival time 产生一大堆 对不对 我们也把它 用Histon Diagon 来表示出来 我们就可以验证 我今天来说inter arrival time 它是不是符从exponential分布 进一步验证说 你的那个乱数产生 其实符从exponential的 这个函式呢 它其实是产生的 这个data 确实是符从exponential分布 所以Histon Diagon 其实有助于我们了解 data的 description 那data description之外 另外一种用途呢 是我们尝试把它的 这些那个几率值 cumulate的起来 由最小的 开始累积到最大的 其实也就是在统计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讲 distribution 我们叫density 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几率值叠加起来 叠加它最后 那个upper bound 是1.0 会得到cumulate的 这种那个所谓 density的这个function 这个指出来 所以同样的 我们可以在试验过程中 我们把这个distribution的 这些那个值呢 cumulate的这些frequency cumulate起来 画出一个叫 cumulate的这种 那个distribution function 那density function 在叠加之后呢 就是所谓 cumulate的这种 distribution function 出来 所以histogram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estimating the shape of description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到 然后呢 另外一个用途就是 我们把histogram 由小到大 一直叠加起来 会得到一个叫 cumulate的这种 distribution function 那是属于 cumulate the version or the heat stick 就是叠加 那当这个quantity quantative quantative 就是说统计里头 我们可以说 就是percent的东西 是分布在哪一个点 上头 那这时候 在这个统计上应用 就非常明确 我们透过这种 所谓cumulate distribution function 或是这种 diagon的绘制呢 我们就可以容易支援 所谓的那个 统计上这种应用 比如说 ninety perc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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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quantative 这种distribution 那of interest的时候呢 我们透过这图 很快可以标志出来 那when two or more distribution are to be compared 尤其是两个 要比较的时候 透过这种 cumulate density function 可以看到它的 这些那个 就是精确度 刚才加纳 这些东西 所以一个 empirical 这种 cumulated distribution function take一个 upward step or one of n 总共n个阶段 at each of the n 个data value x1到xn 那districted data has many types at each 那个 value so the step function may have variant height to the riser to the riser 好 我们看这些实际的范例 所以是前面这个 那个范例来看 我们除了 画这种所谓 density function之外 我们有 cumulated distribution function 可以再把它 叠加起来 那画图的方式 你可以用step方式 比如说画出来结果 进一步 本来 小的是一直叠加起来 叠加起来 就可以拿到图 所以从这个图 你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 cumulated 这种 probabilial winning crab 好 红色的 25人的 这是 100人的 这是500人 你会看到 这个是不是比较精确 所以这个 这个分布就比较精确 那你如果说用的是25人 得到historian 代表呢 其实是比较粗略的 粗略的 粗略状况之下 acertion就比较高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列示范 好 那我们选 cumulated 这种所谓density function 那第一个是画bar 就是 累加累加说 一样 这是bar 对不对 就是那个historian 那我们follow 原来historian 这种图列用bar的方式 把它表输出来 好 好 那蓝色是比较精细的 对不对 所以叠加 叠加到最后 它很快就会大到1 那绿色暴行已经被盖起来 所以到绿色大概趋势 应该在这个地方 那红色呢 就比较rob 就这几个趋势在这地方 好 那我们不用bar 我们改用那个point 标示 那point标示 你会看到 蓝色的每一个点 叠加之后 也就是这个值是前面的值 叠加目前的值 叠加起来 快速的异到的地方 好 那这个是point 那step呢 就是刚才讲一张看到的 这标是那个阶梯状 那或者是说 我们用label 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也可以 label其实跟那个是一样 就是说 好像是指把它表 把它那个绘制在一起 好 那有关demo 大家就刚刚一个段落 那这个主题呢 所谓那个 discrete的这种 data的histogram 我们再去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 接下去的台就是 continuous data histogram 下次见 好 那我们接着介绍 另外一类的这种 histogram 它是属于real number 好 就是continuous这种data 那假设说 我们现在sample 这些那个 这些sample的data 呢 总共有N个 那他们其实都是real number 都是real number 那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we can assume 我们可以假设呢 找到中上限跟下限 一定有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we can assume the existent or real value the lower and upper bound ab 那如果说 最大值是b 我们稍微比它大一点 所以我们 永远可以设一个ab值出来 那所有的点呢 这个N个点 N个值呢 都是借于a到b之间 那这样的话 定义了一个interval or possible value 就是这个范畴 就是这个范畴 就是可能这个random variable X such that X呢 是在那个close a 有等于a close a 那open b 这个范畴之下 那can be partition 那这个范畴呢 那这个范畴呢 我们原则上 因为是histogram 所以你要find a number 这种所谓的 那个item的数量 你不可能无限大 所以 这个假设使用者 设定的一个参数是k 那它是equal width beam 上面就是让它均匀 那这样的话 这整个interval的值域范围呢 interval就切成 总共有k个 k个那个interval 那我们假设 从0开始起掉 b sub 0 到b sub k minus y 所以整个 那值域的范围 是由这些 那个联集在一起的 好 那where the beans the beans b0 equal 从a开始 那假设beam width 是delta 那b sub 1 那就加一个delta 到两个delta 那b sub 2 那b sub 2 就从a加上两个delta 开始 那到a加上三个delta 一直下去 好 所以delta呢 其实是那个上界 减掉下界 对不对 upper bound 减掉low bound 那因为你设定是k 所以k跟delta 其实是一体两面 either way 你可以选delta 那给我一个下界 那上界就确定 或者你给我上界下界 给我一个k呢 delta 就是develop 从b-a 而断过来 所以整个那个 值域范围是从a到b之间 那我们总共设了k个那个bin k个那个 其实k个那个interval就对了 那delta是一个常数 就是这样来看 取到k 每个是均匀的 那我们只要从a开始是d0个 那最后一个呢 其实是k请一个bin 每个bin 每个bin其实是一个range 好 那我们看the definition 那假设说这个sample capital s 那个s呢 它是x sub 1 这些那个随机变数到a一个的这个集合 and the related parameters 对 那这时候你要做那个continuous histogram 你要让使用者先 那个设定 这些参数 那a跟b呢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找 那 either 使用者要设定一个k 或是delta 好 那for each x呢 这样呢 这个x都介于这个下接跟上这些 layers unique bin 好 对于 你今天设定的casual 总共有k个bin 嘛 那所以任何一个x呢 只要在这范围之内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bin 而且完全 只有一个bin 因为这里头没有overlap 这个bin没有overlap 那这个bin be survive with x3 bi 所以x都有一个归属 好 那 我们就有一个数语 注意哦 这个是叫estimate density 密度 在这bin里面大概有多少个 非常拥挤 还是只有少数几个 在这个bin之内的 在interview之内的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东西叫 estimate the density or the random variable x 定义成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estimate the density ok 这个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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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范围需要bj的 好 给我一个x呢 那我就可以算它的density 好 那就看x所属的bin 第几个 比如说 假如说你现在给我的x 比如说3.7 那我要看f'3.7 我们称为叫estimate density 3.7的density 那就看 3.7所属的是哪一个bin 好 假如说d这个bin 那我们就看哦 属主看 在这个x里面 到底有哪几个元素 它的个数 x sub i 它是属于这个s 它一定属于这个sample space里面 那它的它的它的规所是规所在b 那个bj里面个数 好 所以这是个数对不对 好 这个data个数 那我们前面谈到离散的 个数出于n 就是叫relative frequency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叫relative frequency 因为在也不是frequency 不是说个数出于个数 那个东西 我们这边还除了一个那个 所谓bind width delta 所以呢 事实上它呢 其实是那个 那个单位是有单位的 就是那个宽度分之一 那假如宽度那个data的计量单位是时间 那就时间分之一 whatever 那对 长度高度高度分之一 这些长度 假如米就是米分之一 anyway 所以它是有data的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 estimate density 所以estimate density 是个数处于总数 但是呢 再处于一个那个 你的那个bind width 所以它是代表单位的 好 那我们定义了这个f' f' 那我们就可以 产生一个叫continuous data histogram 那事实上它是一个bar plot 这个 这个 所谓estimate density 针对你的x 也就是说你现在 在数轴上 x轴上 那你看这个轴 那它会有一个x'的x 就被它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可能同属于这个bind里面 所以这里头值都会一样 那么将来这个f' 所以这个x呢 它其实是一个piecewise continuous的这种 这种线图 大概会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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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 f'x呢 它是一个piecewise constant function 好 在这个每一个bsubj的 这个interval之下 这个x界 它其实是一个固定值 好 因为你看它 它的公式在这个地方 所有x 在这个f' 在这个x 它的值都一样 英文字管 到底 这个sample里面有几个 属于这个bind之下的 那处于总数 处于delta 这些都是常数 这些都是常数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piecewise的constant 的值 所以constant over each bind always discontinuity 那它其实不是一个连续的function 因为在哪边就断 这边是非连续 应该讲说它是一个 csub0连续 有交接在一起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抖降 at the histogram beam the boundary 它其实是 discontinuous 的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没办法违分了 那一个sequence of piecewise constant horizontal segment 也是要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一段一段的东西 connected by vertical line 你可以讲说这一段 由这个 vertical line 连在 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不连续的 这样是不连续的 那这边是由 vertical line 把它连在一起 因为它的值是这样 通常是这个地方有包含 有包含 我们知道有包含 那这边是空的 那这边是有包含 有空的 有空的 包含 有空的 那我们画这种 那个 画这个continuous 的这种 所谓的 hidden diagram 上我们就用 把把画出来 那通常我们会把 直线带出来 那画出 看either way 有画面积的 或是直接外围的 这些线都可以 所以它其实 如果说只是画线 没有画 error 它就是说 step line 跟我们以前的 那个 keyword很像 那我们看一下 八幅的那个案例 八幅的就是 你去一个帧 有一个长度 那丢下去 好 那它介于那个0到 那个从0开始 假如说 Y的座位从0开始 到超过一条线的 范围之下 它tip 它的针的tip点 它到底是 从0开始 对 当然针躺平 都是从0开始 那最多 我们会直接 只管说到这个 一个超过一个 范围之下 最多 所以会 会产生一个 这个Y 的随机变数出来 所以buffer呢 虽然是一个 所谓的 所谓的 模拟卡罗 这个模拟案例 但是我们可以 把本身的buffer 看成是一个 随机变数的产生器 我们随机变数 产生什么 产生是Y的坐标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buffer的 nittle tip 它的长度是1.0 那1.0 我们看它总共产生多少个 让它 真丢几次 假设我们replication 是丢1000次 1000次 那现在问题来 1000次对不对 那1000次 那你的职域范围 你的职域范围 那跟你这个 那个 次方有关 跟replication有关 也就是你有多少个data 原则上是这样讲 你有1000个data 那分别要数在几 因为我们要count 要属于 到底有几个 几个inter 几个bin 那这里头 稍后我们讲到 它其实跟你那个个数有关 你现在的那个 这个data的instance有关 因为它记录几次 总共1000 1000个instance 那如果说你k等于9 假如k等于 假如k等于9的话 那就 这1000个分别在9个里面 对不对 那每个数字 大概就 就依照它乱数产生结果 做到在哪一个interview之下 所以这个k的值呢 其实有一些建议值 第一种建议是k消息9到31 那第二种k呢是变成16 就是假如说你总数是n个的话 你不能说1000个 那你还分1000等级 那每个最多就1 大家都一模一样 这个也不行 那太少呢 假如说分两个三个也不行 所以这里头k值变成使用者设定的参数 那这个参数呢其实是比较troublesome 就是到底怎么样东西比较适合 那学者专家有一些讨论 这边大概有三类的 稍后我们再谈到它 也就是说dependent on你的n 你的numbern 这是你的n 那它有一个建议值 意思是这样 那不管我们不管这建议值 我们就强制说 这个bubble needle tip 这个乱数产生的这个系统 我们分别做三个 一个是10个 k k等于10 k等于40 k等于100 那我们每一个k值 只要那个 丢那个针 丢1000次 那我们就开始把它的所谓continuous 这种所谓的histogram 把它画出来 好 那我们看 所以总共有三个case 10 这边有 这个bin number是10的 红色的 你们看在这个地方 它只有10个interval 所以画出来 它的所谓histogram 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一样 level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interval完全是固定的 那总共有10个interval 类似的 那另外一个是40 interval是40 是那个绿色的 绿色在这边 你看这边又有一个值 降下来 这边有一个值 相同的值 一个值 一个值 这是绿色的 那类似的 蓝色是100个interval 100个interval 那这边还好啦 总共1000个interval 我们知道它是太多了 所以蓝色的结果 你就看到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前面讲过 在离散的histogram 里面 我们其实是做什么 我们其实是很想知道什么 我们想知道这个data 这个随机变数 它的所谓description right 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它的底率 所以呢 如果说以红色这个案子 为案例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预约把红色的 这样抓出来 对不对 红色的这种所谓description 我们把它画出来 那如果说是绿色的 你看有深有降 对不对 那这里到底怎么样 有深有降 那你就说画出有深有降 那是不是变动就比较大 那你如果说是用绿色的 你K值放的越多 感觉上好像是比较 但是结果就是忽上忽下 那我们等于是说 这个趋势 这个description的趋势 就是有查讯太多 所以不是说 那个interval越多越好 不像是以前我们在讲说 从统计学观点上 replication次数越多的话 其实越能够收敛 越能够平稳 那这里头不是 因为我们在做 所谓continuous的这种 continuous是这种 histogram的这种东西 那这里头就圈到什么 一样 我们是continuous的这种 所谓histogram 那同样的我们会计算出 所谓的这些所谓me 所以注意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例子来看 bin number 红色的 这个number是死的 sample 1000个replication 对不对 1000个的wise 它真正sample的mean是1.1多 那你看到 那个bin number 这个真正的sample 这个是不同 三次不同round的结果 大概是非常解架 大概1.1多的这种是它的mean 跟那个离散的这个histogram一样 continuous的那个histogram 我们也可以算出 histogram的命出来 1.1 1.1.75 那1.111 这边就有点差别 后面这边 其实都有一些差 都有差异在 那standard deviation 就变化比较大 有44的 有41 稍微比较小一点 42 稍微比较小一点 所以它会有差别 好 那我们那个 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那个 run的案例 ok 好 我们是continuous histogram 那使用的是buffer的那个anitle tip 1000个 好 那我们产生的结果是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单纯看红色的 这是我们得大的histogram continuous histogram 那如果说看到了绿色的呢 是这样的histogram 蓝色呢是这样 蓝色呢是这样 所以蓝色呢 你要找它的趋势 就感觉上它的variation 比较大嘛 那同样这边算出来 值大概会有 这个那个mean大概 1.11 1.15 1.13 还是有些变化 1.13 1.5 41 1.19 43 standard deviation 有些差别 standard deviation 确实有些417 421 但是呢 这个mean大概都是相稳 比较往1.191 1.154 相稳 OK 好 那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我们使用的是buffer的这个nit table 好 那么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线 一个continuous 一个curve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piecewise continuous 的这种线 或者continuous histogram represents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如果说 我们能够从中间找这个train 刚才我们在画的这个案例里头 好 这个红色的 这个绿色的 就是一个趋势的曲线嘛 那我们不希望这样piecewise continuous piecewise continuous 如果说我们找到了红色的train 那就是属于我们统计上的 叫做density function 好 所以它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一个continuous curve 来逼近这个造型 这个histogram的造型 我的continuous histogram 假如说你能够找到一个continuous curve 我们称呼叫train line 那它就代表这个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来分析 它到底是属于常态分布 还是说exploration分布 还是gamma分布 whatever这些东西 所以通常 我们去click到一些 那个真正统计资料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做它的 mean跟standard division分析之外 我们要histogram 能画出来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就要画出所谓continuous histogram 出来 那从continuous histogram 的造型里面 我们找到一个逼近的线 那看这个线呢 是属于 比较属于normal description 还是exponential division 还是gamma description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更进一步掌握 所谓random value 它的分布的模式 好 那如果说sample size approach infinity的时候 这个概念是这样 假设说 因为我们其实 就是收集的sample 数量是有限的 但是它这个 找到一个趋势曲线 毕竟它 模拟它 其实就是等同这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现在 sample size 是无限多格啦 然后呢 simultaneously k 就是 几个interval 你可以想想说 它是个无限多格 interval 非常细小 那或者说相对的 就是delta 已经小到 趋势0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找到了 这种所谓的 这种histogram 其实就是属于 这种所谓的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所称的bdf 好 那回客来看一下 你要做这个 continuous histogram 对不对 需要使用的设定参数 哪些参数呢 ab没问题 ab有我们的资料 这个值里头可以找得到 最重要是delta 那到底data要设多少 这是有参数在 所以bounds ab呢 一般而言 我们学的chosen so that few data points in the samples are excluded 我们尽量 ab设的 把所有的点 都能够进来 但是problem 是你的dataset里头 搞不好有几个 其实是一个noise的data 它那个非常远非常大 那其他data在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你如果说b 把它设得非常大 那是很没有效率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设法 要把那个b跟a之间设成 能容纳比较多的data 假如说两端呢 有些所谓的 非常极端 那个noise data 我们记录就可以不用它 所以这个ab可以稍微小一点 那如果data都蛮集中的 那很简单 我们的a呢 就是minimum值 相等它 那b呢 就是maximum值 加一点点 因为我们b是不等于它的 那个原因上b呢 是没有等于它的 好那相对的 实用者如果说设的k太大 也就是data设太小 这个histogram would be too noisy 所以noisier的概念是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那个funny里头 假设说我现在 你看哦 这个例子是10 40跟100 对 假设我们 总共1000个instants 假设我们设了500个 设了500个 500个 你看哦 每一个其实最多归属是两个 你得到了蓝色的 蓝色是 蓝色是 对不起 得到蓝色是500个 那这个时候等于是 杂讯太多 你很难去找到一个 所谓那个train的一个curve 来那个描述它的description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我今天把interval 用的越多越好 那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就刚才说你适度的 比如说在这边 我们再回复到原来的100 适度的data 也不用太多 那事实上 以这个例子来看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100个 他建议的k 我们后面等于他会谈到 建议的k 是大概以这个例子来看 大概10个 16个 最多 最多31个就够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那个replicate 振多大概1万 我们变成1万 我们1万要移开 那1万的时候 透过这个公司 现在n是1万个 那建议的就告诉你 k最大可以到100 那35个 那14个 最多可以35 那我们假设 假设从 这边都大概好 1的是100个 或者是算 所以这时候绿色的40个 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4个大概9 那假如4个就简单太少 那摸摸摸看 好那你看一下 红色就太少对不对 所以红色状况之下 我们比较难抓到 抓到他的那个分布趋势 那你如果说是green的 那个趋势还蛮明显的 那假如blue的 那当然还有些杂讯 不过OK啦 看起来是OK 我们可以在这边 找出一个逼近的趋势 那个趋势 代表他的所谓 density function 出来 OK 所以这个k的选择 原则上 让使用者设定它 让使用者设定它 那使用者如果说没有这个send 他可能设太大 比如说这边假如这一万个嘛 对不对 假如说他设了那个500个 设成500个 那么再绕绕看 这时候杂讯就太多了 这时候杂讯太多 有时候你是说偏上偏下呢 其实音约还OK啦 不过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去找到一个逼近的这个 这个那个function 来作为它的density方式 就比较辛苦一点 OK 所以这个使用者 我们在做continus 的这种historic里面呢 使用者要设定这个参数k 所以exhibiting force的一个feature coast by natural sampling 的一个reliability 那这个杂讯的产生是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你是finite 切的页系呢 它的变数呢 因为它的random 整个stochastic的层次下来 它可能归属到这个曲线 或归属到这个曲线 就变化就很大 所以这里头 那个变异性就比较大了 那假如k呢 too small 太少的时候 data is too large 就是一个interviewtata 那histogram will be too smooth 那这样的话 当然重要的这个feature 就看不到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 举那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极端 这是 那如果说我们弄个极端 是五个的 红色的 是五个 五个interview 那么产生一个diagon出来 那我们看红色的 那这时候呢 分部趋势 你就看不出它的趋势 分的太少 k分的太少 k的太多 都不适当 都不知道 好那随着就有探讨这个 这一个 所谓continuous hist diagram的特性 那提出一些建议 那另外 如果说你今天 要考虑到你historic diagram画出来的资料 因为 这边提到只是说一些比较完美的做法 如果说 假如说 a等于0 如果你说19是一个公式算出来 那你不要真的只是用19 因为你看到是0到2 之间其实是一个整数 那我们最好让这个delta呢 適度的大小 对不对 但是尽量让它不要小出太多 不要什么 这个delta 105 看起来就比较不美观 这没什么 这是说将来图秀出来 那个 所谓的古语的标识 会让大家 比较清楚 那学者呢 旺的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说呢 k的值 你可以设定成这样 这是取raw bound 开根号n 那logn的平方 就是他建议可以去范围在这里面 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好的选择 那 with bias to out 在这种状况之下 can approach到这个程度 好 那他怎么推算出来 有信息可以看相关的配备 那另外 苏格这个学者 提了一个raw 那个 在这个配备里提到他 他建议呢 那k呢是介于这个1加6个2 之间 好 所以这边等于有三个公式可以用 那这里头就是我们刚才 看到的这三个公式 在这个地方 分比和三个公式推算出来 那第一个公式呢 其实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假如1万个 那建议的k呢 1万个到1万个那个data 介于13到100之间 别超过100 大概 就是到每一个那个 interview 大概 around大概有10个左右 那30个就变成 30个啦 那10岁就更多了 这些都可以的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的data 只有500个 好 500个 那建议的 透过这个公式代金 A等于500 就是k介于8到22之间 13跟9之间 所以隐隐约呢 k呢 尽量不要让使用者 自己来射 如果他没有sense的话 射出来的东西 要么就是过大 要么就过小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者 建议的几个 几个公式呢 自动把它算出来 up to you 这是up to you 好 那既然呢 那个我们的histogram 其实是piecewise continuous 对不对 那将来要算他的一些 譬如说 histogram 这种average histogram 这种standard deviation 那就会牵着到什么 牵着到不是这样 每一个那个 histogram item加起来 牵着到面积的这个 叠加运算 所以这个continuous continuous的histogram 它有integration 这样的计算的需求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定义 这破一群那个 这个interval 从0开始到k-1 那我们针对每一个interval 针对每一个 我们定义一个 dj跟那个定义一个p-j 我们称呼叫relative 谱又出来了 就有点像什么 我们现在是那个continuous 这种histogram 对不对 长相这样 X 那过往 过往我们的那个离散的 这个histogram 是有一个值 值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值在这个地方 这个值在这个地方 值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算这个min 就很方便 这个就是所谓的 那个f bar 那某一个x sub i x sub i 那就算就是值 那算那个min的话 就很简单 这个直接乘以所谓relative 这个是relative frequency 对不对 好 所以过往呢 那个离散的histogram 有relative 直接用relative frequency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数值 我们现在是叫做 那个 relative density 我们称为这个是一个density 是一个密度 对不对 是一个密度值 所以这里头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定义一个东西 定义一个类似这个 我们称为叫p sub j 所以定义一个这个p sub j 应该讲dj 这个 dj 这个是b sub j 它的这个值 就定义一个叫做p sub j 那p sub j 其实就是乘一个面积 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它 好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 所谓relative frequency 沿用前面的概念 沿用跟离散的概念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叫p sub j as a relative frequency of points in sample 这个这些点 在这个 在这个那个sample之内的点 任何一个点 x 在这个地方 那它这些点 fall into bin b j 的density the relative frequency 那其实就是count count 到底有几个 几个number 的那个instance 的这个那个 random value 它落在这个b sub j之内 算到个数 相对全部的个数 那since的b呢 form partition of a b 这个interval each point in s in s capital z is count exactly one 对不对 做创作一次啊 所以假设说这边的probability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那个relative frequency 那是除以n 全部加起来 是不等于1 所以这个p sub i 其实也有点 是probability的概念 不过严格上 它其实是个propulsion relative frequency 就是proportion 所以proportion全部加起来 当然就是等于1 好 那in addition define 我们就定一个b的mid point 刚才讲过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b sub j 对不起 b sub j在这边 定一个b point 在这边 我们称为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interval 是b sub j 那么这b sub j 定一个那个mid point 叫b mid point 那b mid point 那b mid point 就是a加dj 这个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a加j 这个delta 那这是a加j plus1的delta right ok 那所以等于a加上j加2分之1 j加2分之1 这边的2分之1 这个 就是j加2分之1的delta ok过来 ok 所以m sub j的定义一下 所以针对每一个interval 我定义一个中点 中间点 这个interval中间点 b sub j 那从前面的定义来看 我们就知道b sub j 是等于相对什么意思 前面我们看到 m 那个 应该讲 任何一个x 对不对 假如属于b sub j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number 对不对 count 在那个x sub i data属于b sub j的个数 那全部的个数m 还要除以delta 对不对 ok 所以这里头其实是什么 这个其实说出来就是 这个是个数 对不对 那个数呢 除以那个m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relative frequency 那所以说出来就是delta 乘过来就好 所以delta乘过来 delta乘过来就是所谓的 这个地方 这边其实就是probability of j 全数angle 对不对 那总共有个数呢 总共属于b sub j的个数 其实是relative frequency 在这个地方 所以delta 所以relative frequency 等于你的那个 所谓density的值 这是density的值 那density的值 因为当初是 那个x嘛 x3j 那x我们 带其中一个x的均堤 是不是完全相同 只要再借于这个b sub j 的x数都一样 那我们就用原来的 中数 中位数 就是m sub j 这个值 带进去它 是一样 所以p sub j 我们其实可以用它的中数值 带进这个f function 乘以delta 就得到那个relative frequency ok 好 那回过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假设说 今天你要算integration 对不对 这边 piece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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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样 你要算这些integration 算这些面积 所以f' 就是f' 所以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是f' piecewise continuous 对不对 好 从ag到b 那这里头 相对 我们一块一个把它拆解开来 对不对 就变成什么样 从第0个b sub j开始 到k减1个 好 所以变成是这样 那也就是这里面积自己来求算 比如说这是第1个 这是b sub j 好 b sub j 好 那这块面积要那个积分 在这个地方 f' dx 对不对 那属于bj的范围 那bj的范围 d什么位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数字 f' 那我们用这个m sub j 代表它嘛 所以这个高度呢 其实等于是f' m sub j 对不对 m sub j 数值 那这个m sub j的数值 就是 常数嘛 变成常数 常数就抽离出来 抽到外面来 所以integration生下的dx 去integrate integrate 这边积分单线的积分 积分的结果多少 这积分的值 就是delta 就自然是delta 那我们前面不是看到 公司在这个地方吗 f'mj 是等于什么 f'mj f'mj 刚才讲是什么东西 所谓的density density等于刚才看到了 relative frequency 这个是relative pj 就是除以delta 所以等于p sub j 除以delta 这就是所谓density 等于relative frequency 除以delta 好 那这积分的结果不是delta 那data跟data 约掉 不是就刚好等于1 所以这只是在prove给大家看 这个整个面积积分的结果 这个面积积分的结果 我们知道 其实在统计的观点上来看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假设它是有点像是那个 density function 所以它的area呢 ares等于1.0 那事实上是从那个 所谓的probability观点上来看 也是等于全部的case 也是加起来 这个 这个假如那个k个嘛 k个部分 对不对 每一部分的probability加动起来 就等于1.0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ares or continuous histogram 1.0 好 那这是continuous 这种histogram 对不对 那我们常看到 就是说 有时候我接着下面要算什么 算到一个所谓的 那个x bar histogram的bar 对不对 那histogram的bar是什么 所谓直星 有点像这个行星 行星的计算方式 那假如说是0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x值 那我们将来是透过什么 一个面积乘以x 对不对 那一个x乘以x 逐渐积分乘以x 积分乘以x 那处理全部面积 对不对 好那记得一件事情 现在面积是1.0 这个面积是1.0 所以我们要算那个x bar 其实 就可以透过这个 基因方式运算出来 好 所以我们接着来introduce 所以continuous 这种histogram 它的 所谓的那个mean 跟standard deviation 这个运算 好 所以我们称为 特别把它加上行动词 这是continuous的data 它的histogram continuous data histogram 它的mean 跟continuous data histogram 的standard deviation 好 我们定义成这样 所以x bar呢 透过行星 因为它是一个面积 透过行星的概念 这个地方 x乘以你的那个function的值 积分 那其实这边有除以什么 除以submission 所有的那个area 除以什么 除以x等于a到b f'xdx 那刚才我们已经验证过 这等于1.0 所以这个呼母就拿掉了 所以等于这个数字 好 那我们等一下要pull它 这个四字到最后结果 是等于所有的p sub j 乘以m 全部加上起来 稍后我们再看它证明 好 所以x bar的算法 透过你的probability 那个reality frequency reality frequency 其实也是一个probability的概念 乘以你的代表值 这个interval的代表值 所以这个都已知